哈喽大家好,我是饕天 家里有鸡蛋的,以后您别再只会炒着吃或者煮着吃了 放进碗里,简单的一蒸,出锅后瞬间的变美食 首先咱们取一根胡萝卜,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如果家里没有擦丝器的话,咱们也可以用刀切成细丝 但是要切细一点 喜欢吃的咱们也可以多擦一点 起锅烧水,水开后将胡萝卜丝倒进去焯烫一下 用罩里搅动一下,让其受热更均匀一些 焯烫胡萝卜丝的时候时间不能太长了 要不然营养成分容易流失 咱们焯烫个3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焯烫好后,控水捞出 倒进准备好的凉水里过一下凉 过凉后控水捞出,放到一旁备用 空碗里打入5-6颗新鲜的鸡蛋 家里人多的话,咱们就多打几颗 加入半勺食用盐 半勺五香粉 几滴白醋,去腥增香 用快的搅拌将鸡蛋液打散 搅鸡蛋液的时候要像这样挑起来搅 才能把鸡蛋液彻底的打散 千万要记住了,别顺着挽搅 打散后将胡萝卜丝和葱花也倒进去 烫碗里取15毫升的淀粉 随便啥淀粉都行 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快的搅拌将淀粉水化开 倒进打散的鸡蛋液里 用快的搅拌将所有的食材都混合均匀 取三个空碗刷一层食用油 油一定要刷到了 要不然蒸熟后不容易脱膜 将搅拌好的鸡蛋液咬进空碗里 再盖一层保鲜膜 用牙签扎几个孔 然后放进蒸锅里 等水开后上锅蒸8分钟 时间到了 咱们的鸡蛋液就蒸好了 切开保鲜膜 香味是瞬间的四散开来 真的是太香了 等放凉后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吃了 你也可以蘸上自己喜欢吃的蘸料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次再见